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画夹子 一桶开麦啦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四点二十分 这里是一桶开麦啦 我是Amy姐 林明依 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呢 要跟大家呢 特别要来介绍一系列 其实呢公共电视呢 从过去到现在 在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单元 那么我们在节目的现场 为大家访问的是 公事新闻部的制作人苏启珍 你好 你好Amy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呢 过去我也有在节目当中 访问就是有 特别有几部包括纪录片的导演啦 然后呢有跟大家介绍过 那但是你们好像重新 就是在今天晚上开始 会有一系列的 这个是不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算是新制的片子 就是新作的片子 就是首播 应该是全球首播 OK 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对 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公事公共电视在 就是1999年底 就有一个纪录片的节目 叫纪录观点 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23年了 还持续在做 还持续 所以那个纪录片的整个系列 就叫做纪录观点 那是一个节目 这是一个节目 但是这个节目底下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系列 自制的片子 或委托导演做的片子 偶尔也会有够片 好 然后那个23年来 当然片子 哇就好多了 数不尽 是 那我们今年就是推出了 这个青春的第一波 这五部的片子 全新创作 对 因为全新创作 那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是给几位 就是真案的导演 然后让他们去拍 然后后来考虑到大家 其实现在听众 观众的这个 大家观影的这个节奏 收视的习惯 对 收视习惯 所以我们就 这一波是短片 OK 那短片大概就是 在40分钟以内 你就看完了 就看完了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 比较合乎 我们看电视的习惯 因为现在实在是 太容易分心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有五部 那在去年底 就已经结案了 然后我们现在 在密集的宣传 那密集的宣传 是因为的确每一部片子 都是各有特色 然后是导演的捷径 像我们从 刚好就从今天晚上 基督观点是每个礼拜四 晚上的10点钟到11点 OK 就90分钟的平台 那后面如果 偶尔长偶尔短 因为片子有伸缩 但是这个时段就一直在 然后我们就 每个礼拜四 就是今天 我们刚好一连三周 那一连三周要播出 五部的这个新的片子 然后就是今天呢 晚上播的 我选了两部 因为它一部大概40分钟 一部36分钟 那加起来大概七八十分钟 那讲的话题呢 有个共同的主族 其实就是族群 还有家 族群跟家 对 比如说我 目前第一部推出来的 然后这个是 当飞机飞过 那我们就想 为什么叫当飞机飞过 因为它的场景 是在桃园的 现在很有名的 就是前一阵子 为了要 它要建设航空城计划 也有一些所谓的破迁 一些抗争 那这个桃园航空城 所以他们 务事的主角呢 它是在航空城旁边 的空军基地长大的 哇 就是它的家了 它的家 但是它后来家 必须因为整个国家建设 它必须要迁走 那其实 我们看 纪录片 其实常常 我想最动人的 观众还是喜欢看人物 看故事 当然 而且那都是 非常真实的人生 对 非常真实的人生 这不是 这是戏剧模仿人生 那纪录片 就是真正的人生 那它这个缩影 这里面有一位主角 它已经过世了 那导演 它很细心地拍摄了 就是它是90 那时候应该差不多90 90几岁 然后它叫陈鸿生 它称为韩战的反共意识 其实就会一个波折 就是整个大历史的缩影 那时候 它其实是中国的解放军 那后来 它原来是中国解放军 中国解放军 可是在韩战的时候 因为被俘虏了 然后那时候 后来南北韩嘛 就1953年 韩战就结束 然后呢 他爸爸就在俘虏营 但是后来就被美国 因为美国是带 跟我们这一边 他就被美国送来了台湾 所以就变成了反共意识 其实本来是这个 人民解放军 共党党 但是呢 这个在战争当中被俘虏 然后又被美国带过来这边 可是以我们这边来说 就把它看成反共意识 对反共意识 然后他又加入了 但他就得待下来 他就得加入了这边的 加入了空军 然后变成了士官 因为他是会飞的嘛 他是会飞的 然后其实这个 其实真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很特别 然后他又娶了 就是排湾族的太太 因为那段历史 我们有听到 很多的老兵 其实到了台湾 娶了这个 要不然就是台湾人 但更多其实是 这个原住民族 是的 他就落地在这边 然后就有一个 自己的家了 对 然后其实他们一直 常常被签 因为他们常常要移访 那后来他的儿子 有受访 而且是其中的主角 他就蛮有感触 他说其实我们家 就是北漂 东漂 中漂 没错 没错 因为随着部队移房 所以事实上 其实被调到哪里 就哪里 所以他们其实本来 也就一直没有自己的 真正的跟着家 其实就是跟在哪里 但是后来 其实当然主族是 家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没错 但是后来他们 的确就是在这个航空城旁边 这个空军基地的眷村 好像总算有一个眷村 可以落脚了 对 但没想到说 后来这十多年前 因为有个大的一个计划 这航空城的计划 要开发 所以就被征收 那当然就有一些 常常 那当然这中间 有一些抗争的主题 但是我们去看就是 其实大家还是凝聚很强 然后常常在镜头中 他们就有一只狗 其实您知道 其实他们那边 其实也算是老眷村 他眷村里面 其实有时候 年轻人出去工作 那老人家 像妈妈就在 没错 对 他其实 那爸爸又过世了 那常常都是狗在陪伴 所以那只狗 其实也是他们的家人之一 那他们常常用这样的来串 那他这里面 除了用这个老兵的故事 然后带出 他们这一家 后来这第二代第三代 在台湾 等于是落地生根 是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之外 然后呢 也其实话风一转 就是说 哇 竟然这个废旧的眷村 现在又 又这个生存游戏 就很多那种 打那个漆弹 那种生存游戏 他们很喜欢找那个 破旧的那种 就是废弃的 这个在那边玩 这个生存游戏嘛 因为 因为这几年生存游戏 又红起来了 所以 所以很讽刺的 就是说 等于是第一代的 那个韩战 然后呢 变成反共议事 来到台湾 也之后也加入了国军 然后呢 在桃园空军基地呢 繁衍了三代 那 而且呢 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 他也曾经是日军飞行场 跟黑猫中队的 驻足处 然后 所以 整个的年代到现在 有80年的时间 不过 就是因为我们有国家建设 所以 很讽刺的说 因为这个桃园航空城的开发 所以呢 有一些地方的人的确他就没有办法保守住他原来的 所谓的他的家了 但是呢 就是他的家不见了 然后他们被迫要搬迁 然后呢 又一堆那种 年轻人在那边打漆弹 反正就是整个是很荒谬的 有时候有点荒谬 对 人生的真实性又是如此 对 然后我们自己会看 现在好像是成平时的 其实现在也有战争的危险 没错 尤其现在两岸的局势又紧张 所以 他里面还访问那些 就是去玩生存游戏的年轻人 如果开战 你愿不愿为国出征 那他们大部分是说愿意 因为他们生存游戏都在玩 他们可能觉得那是生存游戏 对 好吧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然后呢 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 这次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公式的节目 从今天晚上就要开始了 而且大家呢 你们也可以从这个 刚刚有年轻人说 哇 他从来不看电视的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 你可以用手机看 为什么呢 有这个公式的app 就是呢 公式plus 公式加 加减的加降 公式plus 那你可以从那边呢 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节目 现在听到的是五月天 生命有一种绝对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卖啦 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4点35分 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为大家访问的是 公式新闻部的制作人 苏启珍 那么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呢 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从今天开始 公共电视呢 每个礼拜四 晚上的10点 会播出这一系列的 这个纪录片 那因为 刚刚呢 这个我们的苏晶 也有介绍到 就是呢 自主人也有介绍到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 所以呢 一次呢 你可以看两部 那还有呢 就是呢 年轻人说 我都不看电视 我都只玩手游 OK 手机也是可以的 OK 手机app 公式plus 里面呢 就是他们如果 首播之后呢 也是会把节目呢 就是呢 丢到那边去 那么大家呢 仍然是可以用手机 来认识 这些真正的历史 并且呢 你知道这些纪录片 很不容易 是因为 呃 纪录片 它必须是真实的纪录 那它因为要有时间 跟空间的限制 比方说 我们前一段介绍的 这个 当飞机飞过 你要知道 它 整个的历史 经过80年 当然一个纪录片导演 不可能自己活到80岁 就是说0岁就开始拍吗 当然不是 所以它除了 要跟这个时间 跟空间抢人之外 它自己也要就是说 不吃不喝 用别的收入 来养活这个纪录片 大家知道 拍纪录片都没钱 但是他们就是 怀抱一个理想 希望能够把一些 很需要被大家知道的议题 拍摄出来 那我们请制作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除了当飞机飞过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部 就是你选的 你认为 好像两部 可以互相呼应 对 当飞机飞过 刚刚有介绍了 它其实是战争的遗序 然后有一些破千的议题 然后我再 给我30秒 我跟你介绍 其实这个导演 他不是新的导演 虽然他拍短片 他拍过很多长片 其实是得了很多奖 他最近的一次 他在2021年 他拍他妈妈 是一个台湾的 这个现代舞的先驱 一个独舞者 就是林斯段女士 导演是李立少 她是一个艺文史家 她妈妈的故事 得到了 就是叫做独舞者的乐章 那也是公式首播 他得到了这个金钟奖的 就是非戏剧类的最佳导演 还有这个美国纽约电视节的 这个纪录片金奖 所以他其实是从20世纪 21世纪刚开始 他就开始拍到现在 所以其实是很有经验 但是我也很高兴 就是短片的部分 资金不多 但是他也愿意 对他非常愿意 刚刚就是我讲的 就是他们真的 不可能从当中 有什么商业的利润 但是他们其实有理想 他们也很乐意 把一些就是需要 被大家知道的一些议题 对 把它拍摄出来 然后这个导演是终身代 那接下来介绍这位导演 他叫潘志伟 他是阿密斯跟格马兰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一个是阿密斯 一个是格马兰人 所以他特别是 也是都市原住民 所以他从小 原住民的感情 他对于自己族人的感情 是相当的丰盛 后来他就有一个机缘 其实西州部落 大家知道这个 就是在这个新电溪旁边 然后在壁坛跟秀朗桥 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壁坛去玩 那其实在那边 其实他因为他地势比较低平 那其实那边有在 最近这三四十年 其实有一些原住民 因为他们来都市 那他们后来发现 这个地理环境 跟他们的家乡很像 所以他们就住住下来 他们就住住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聚落 为什么叫西州 因为它是西州路 那这个故事 他们慢慢 后来有大概三四十户 也两百多人 然后对 人数也不少 但是后来就碰到了一个议题 两千年之后 开始就是政府就说 那因为你那边 行水区危险 想说在西边 太危险了 那又是低洼地区 对 相对比较低 就是行水区 所以他们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要 希望他们能够搬迁走 但是我们有时候 从汉人 或者是从一般的民众 眼光 我们真的不了解他们 对 为什么不搬走呢 那其实我觉得 这里面应该有种种的原因 一个是可能大家都是从就是部落来 那都是做的比较辛苦的工作 那有时候工作赚的也不多 那可能在这边 其实相对来讲 他们可能就是自己 有一个自己的原地 自己开发 然后有一个 然后有时候 也许后来被定义成违章建筑 可是我想 这个对他们的意义 远远是超过这个违章的 没错 就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 或是说以都市建设来定义 他们是违章建筑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自己也是一砖一瓦的 对 你讲的完全没错 建立起他们的家园 而且的确就是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多余的收入 他也没有土地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成为一个小的聚落 其实也延续了 把一些传统 比如说丰年纪 还有很多原住民 他们是信基督教 那么他们每个礼拜 都会有做礼拜 就把他们的信仰 所以他们其实把信仰 跟他们的文化 也保存下来了 也保存下来 当然这不可否认 这个跟原来在部落 这个土地上面 一定会有一些流失 可是也很努力 因为家人在 然后有些会母语 但有些不太会 但有些甚至没有原名 只有汉民 那其实这个还不打紧 主要是 大家其实是很有感情的 然后大家 像其中的一个主角 他就说 其实他有很多机会 他可以搬到外面去 可是他一般里 他就想家了 他想家就是 就是我的这个部落 很有感情的 他其实这里面很淡 然后这里面 因为您知道 就是原住民 我也有很多原住民的 朋友跟同事 其实他们有一种 我们所没有的这种幽默 很多人 他有时候会 在一个比较尴尬 或者是困难的处境 他们还是会用 很幽默的方式 去面对 然后这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 他们用歌声 来传递他们的心情 比如说有一位 一开场一位 就是老伯伯 原住民的老先生 他就会唱 用台语 用台语唱 除了他住在哪里 然后就是把这个歌谣 再把它改 然后他们聚在一起 其实也很多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 大家群聚 然后一起 家族之间的感情 跟我们一般 好像汉人家庭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一些互动的方式 而且我看到 就是说 这个导演潘志伟 他在 他把这里面 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那这整个的西州部落 他们既然已经在这边 然后大家也很有感情了 那你会以为说 这里面的人的意见 都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 就是说有的时候 面临搬迁 就总是会有 不同的意见出现 可能有些人又觉得说 如果我们能够到 更好的地方 Why not 但是有些人又觉得 不行啊 我们这里有祖灵 我们这里有 我们原来的文化 我们走了 我们就会 没办法保存 所以的确 他们其实里面 还是有一些的 抗争的 有抗争 他们其实在 这个西州部落的 这样的一个 搬迁的事件 其实也有很多学界 跟社运界 也加进来了 那后来 其实政府这边 也当然就再三的 就是八根 后来他们就推出了 其实就 最后他们是落脚在 离这个原来旧的部落 大概100公尺 有一个新的社区 但是他们提到 有一个说333的模式 也就是说 这里面呢 它就是政府帮你出 三分之一的经费 让你三分之一自己付 然后三分之一 可以给银行贷款 但是就是 让你有住新屋 但新屋呢 这种就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也访问过 就是 因为它是两层楼 水泥 这就不是他们的房子的样子 跟我们以前住的平房 或者多这种 都不太一样的 而且那个独门独户 你知道吗 你把那种 就是其实真的 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原住民 我们真的对他们 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你就想说 我给你这个 类似像 我给你高楼大厦 你干嘛不要 人家就是不要 我告诉你 因为人家就是喜欢平房 其实我们有很多 乡下的长辈 也是 如果 宁可住在平房 就算高楼大厦 再豪华 设备再豪华 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家 看起来就不是他家 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那他们 我想对他们来讲 重要的是这个家 而且 其实我想都市原住民 他们其实也多少 难免也会有 诗根的感觉 因为毕竟离开家乡 那我说很多族语 都不会讲 那长辈的一一凋零 所以他们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聚落 大家可以 从不同的部落一起 然后在 就是在闲暇的时间 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喷条 或者是一起分享 这是一件非常 就是金钱 被把很量的事情 然后后来他们搬过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三三的计划 虽然的确是搬过去 那搬过去其实 大家也就散了 也就散了 或者因为他有一个 规定说要用户 那就说 要谁跟谁住 那就变成 有一点点矛盾 那他这个片子 他时间不长 他没有特别提 控诉这件 但是我们可以干得出来 其实包括前一部 有一个主题就是 当被迫 必须迁移的时候 都面临的人生 都很重要的抉择 我这个家 其实我实际的生活 过的痕迹都在这里 除了经济实际的压力 也有我自己 对这个家庭的感情 所以到底要怎么去取舍 当然最后 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场景 他们是搬 就是在搬家 在饱和宽宽宽的 在准备叫搬 最后都还是会让他们搬 最后还是政府最大 不是吗 对的还是会搬 那之前有一些抗争 真的甚至流血 我们都看得到 其实这个是 我们也可以要 设身处地去想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 这个自己的家的 这个定义 跟这个感情 是不可以用金钱 来衡量 这可能是再多的补偿 都没有办法 但导演他 因为是族人 他也用他的镜头 非常的就是 就是温馨的 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把它铺陈出来 然后里面有一些主角 大家的对话 是非常的 非常的温馨的 所以说这一块 让大家的看得到 所以我们把这一 今天的这个定位为 就是家 就是家的主题 所以家的这个定义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 每周四晚上 十点在公视频道 就会有这一系列的 这个公视计时的 纪录片 那今天晚上呢 就会看到两部 一个是呢 当飞机飞过 然后再来就是 何处是我家 其实都有族群 然后也都有这个 家的这个定义 的两部纪录片 那当然呢 也提醒大家 就是公视的plus 手机也是可以看的 所以年轻人们 不要推脱说 我没有在看电视 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请你看 对因为 手机plus 其实现在 很多人没有电视机 不过其实我们也有 这个直播频道 你看YouTube 也可以 同一时间也是可以 其实很多好看的 也都在那里 好再一次的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个 制作人 来跟大家介绍 然后呢 请大家也多多的关注 其实 这些 他们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 争取空间 拍来的纪录片 非常的不容易 都要常年累月的 所以呢 请大家也多多的关注 这样子 OK 好 我们一边呢 听到的歌曲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